強烈要求 全面堵塞 逃犯漏 保障市民 生命財產 即使兩個國家或者兩個區域 是沒有引渡的條例 有關的地方都可以 使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第44條18款互相引渡罪犯 我們來支持政府盡快修例 去堵塞逃犯條例的漏洞 其實回歸了很多年 我們有很多法例 應該是改進的 包括現在的事情 當然坊間亦有人說 是否可以單獨處理台灣的事情 我們是不同意的 我們應該是一次過 將所有這些問題解決 如果不然我們逐個地區做 其實香港是跟超過100個國家 是沒有引渡條例的 如果你逐個國家去做 你一段時間都做不完 我們做了一個意見書 都有幾十頁字 表示贊成 我們信任法院可以 給所有人都有保障 但我們亦不希望香港成為一個 罪犯逃避刑責的天台